太上老君介绍金刚卓时曾说起 这是他西出寒官化狐为佛时所用 因此很多人就认为 化狐为佛是太上老君把西方胡人 教化成了懂法的佛 其实这个说法大错特错 相传太上老君未被神话之前 还是老子的时候 曾西出寒谷关前往天主地区 以自身化为佛陀释迦牟尼 教化当地蛮脸之人 后来信仰老子的信徒 自称佛之弟子 建立了佛教 这就是所谓的老子化狐 而在历代神仙通鉴中更有提及 老子从东帅天降社会国摩耶夫人 身为西达多太子出家学道 闻东徒有金蝉子号燃登 仿之太代东梁山德真道 遂归西方新教 自号释迦牟尼 也就是说 灵山的当是佛如来 乃是太上老君转世的千万道分身之一 在西游中 他既是道祖又是佛祖 亦是开天辟地之祖 不管地位还是威望 都稳居三界信仰之顶 因此青牛经一难 灵山出佛众菩萨 没有一个敢出手干预 反而使如来佛祖 拿出十八座金山 向太上老君买路过关